那么进入8月份了 我们的蔬菜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那么在你收获蔬菜的同时呢 也是一个留种子的很好的时候 那么我的西红柿已经收获了几次了 也留了一些种子了 现在留了三种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吃西红柿的时候 把种子挤出来用水洗一洗 然后晾它 一晾两个星期左右就差不多了 你也可以放在水里泡的 泡一天两天 让它发酵 然后再冲干净 这时候这个种子呢 外面那些年年的就没有了 这个让种子更干净 也是晾干 因晾干 两个星期左右就差不多了 那么这些生菜呢 是butter crisp 很好吃的一种生菜 然后叶子很大 很脆 也不容易老 那我就给它 五月份六月份一直在收 那么七八月份让它开花 开了些黄花 然后呢 现在呢 长出种子了 你看 现在这个种子呢 花呢 卸了以后 那小白的 这个毛绒的下面呢 就是种子 它这个底下呢 是一个 可以看到 黄黄的像一个 这里面呢 就是 就是种子 你它揉碎了以后 种子就出来了 一般发黄了以后呢 种子就是熟了 那你给它 熟了以后 给它揉一揉 然后呢 种子 就出来了 一年 一年 看小白的 白的种子 就在这地方了 你就可以给它收了 也是晾 几天 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它已经干了 要等到它这个 下面呢 等它下面这个 一个是要开花 另外的底下那个 底下那个呢 小球 撑种子的 让它 发黄了 就是 这次 里面就熟了 那么生菜呢 种子收了以后呢 你可以放一些 等到明年种 那么在 也可以呢 秋天 就现在到 8月20号左右 或者8月十几号 再种一些 就是 秋天 来收 也是可以的 那么生菜的种子呢 一定要种新鲜的 不能过了一年 一年之内 那么 超过一年的生菜种子呢 它就不会出了 所以你种生菜的时候 种子一定要新鲜的 刚收的种子是很好的 秋波 我们这几颗呢 今天就可以收一些了 那么你收生菜种子的时候呢 要注意要 选个天好 不要 刚下过雨啊 或者下雨的时候 保重它干 然后呢 抓紧选好死鸡 它鸡熟了 然后呢 又没有熟过大 过大以后 它自己就 落了 开花了以后 底下这个小球 成总的这个小球呢 黄了 你就可以收了 收了呢 一摘下来一年呢 它就掉下来了 那一棵生菜呢 你可以收很多很多的种子 甚至是 那这一个桃 这一个小 球里面 就有几十棵种子 所以那一棵生菜的种子 足够你种很多很多地方了 我的正好一个大盆 大 筐子里面 种了一些 五六颗七八颗 我都让它开花了 反正就是 能收多少 收多少 等到收的足够了呢 我就会把它这些给 拔掉 拔掉了以后呢 在这里面 再 秋天再种一些 再过 像今天是8月3号 应该是8月十几号到20号左右 可以再种一茶 秋天的生菜 因为秋天的天气是比较凉 也挺适合松菜松掌的 刚才这一会儿 收了有 一二百颗了 以前还收了一些 所以都放在 家里给它刀出来 摊平 给它晾干 就可以了 吴